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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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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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都听得蛮清楚的 可是就这一方面呢 你们的攻击很大程度是留下来 就让你讲出镜与点栏目 你再考察 你再考察 你们的攻击是这样的 可是我已经听到他答案了 可是我就不是很能够办这个攻防 所以这一方面他们虽然有一点点的小实力 但是整体而言还是存在的 呃 第三 第三种攻 你们的攻击方式是这样的 你看 如果末位淘汰机制 末位淘汰机制呢 你 哦不对 你们的相抗机制就是现有的考察机制 但是对我来 我觉得这方面就是你们提出的东西 现有考察机制 先不讲你们有没有一个星期考察两三次 然后正方这边的东西就是你的现有机制 只能是确保最低标准 他举到一个白兔汤的例子 我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反方例子在自由变当中的没有用 但是用其他讲法去远 他说 你们这边的现有的机制 你们能做到的利益 这方面你们没有明讲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们能够把不合格的人 给老师给剔除掉 你们能够确保老师不善来放火有最低标准 他们给你一个感冒一定定位叫最低标准 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呢 他们的利益就是已经过了最低标准的人 有更高的数值 因为他们用的是淘汰机制 所以就算有100个合格老师 到年底评估的时候有最后三名 都拿了十名就淘汰 所以对我而言双方的立场 能够给我一个利益 你们能够给的利益是淘汰不符合资格 他们的利益是能够让符合资格老师更上一层楼 你们的质疑真理这样跟上一层楼 我觉得它是有解释的 关于这一点 基本上因为奥瑞港来讲 你们正方要负更多责任 首先你们第一点是 你们讲这个机制 理论上你们能够讲得通 理论上我觉得你们可以说服我 可是实际上正如反反异上来质疑的 你讲他的反异质疑这样厉害 有没有起来在其他国家实行过 成效如何 反方的恶变有上来问过 可是这个攻击点后来完全不存在 你们攻击是你们这样的 你们逃他一百个人 还剩下多少个人 这个攻击点如果变 变Sharp的话是可以打烂 因为他只能理论上讲实际上没有论证 可是你们没有提 他们没有提 也就算了 因为他们没有提 就是他们没有实际例子 可是理论讲得通 你们去攻击攻击不完 也没有提出另外一个避害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国家实行了 拖开政策结果有很多避害 你们也没有提出相当的避害 所以就算他实际上不成 时间上没有成功例子 你们也没有相反的例子 证明他失败 但他理论上讲得通 所以在这个机制上面 我是监察机制上 我是判了给政方的 这个是一点 第二点是 我觉得反方有在很多时候 都能够让我对政方的架构存疑 就有很多东西 你们问到讲 你要考虑要标准谁来定 标准是多少 这一点 这点我觉得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 我赞同政方所讲的 其实政方虽然有一定的认证责任 但是他只要交代出一个主义 证明他方立场的一个利润就好了 这一大原则 就于说你要定多少分 由谁来定什么什么算 就对我来讲是有点过于细节 就算我不定界政策 也不妨碍我去理解他们 他方政策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们这一点的攻击没有下 我觉得例子来说 比如说政方要证明 核电厂能够安全 他要进过新的 然后你讲 这样你有什么材料啊 你在哪里放钉啊 你在哪里装螺丝啊 这太细节了 我觉得不太不需要 所以你们这方面的攻击 我觉得不成立 问题是在于这边 你们有几次想模糊他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对政方的看法来讲 因为你们很多东西很贪心 你们想吃很多 一下子又讲 摸一摸一摸 一下子又要考察机制 不太懂你们想做什么 所以你们的利益 其实很小了 我要跟你讲 你们打的东西 就是打得差不多 打完了的 他的利益 我很大的存疑 可是问题是 你们没有提出一个 让我相信你们的避害 你们进四户猜 快速就是 你完全不顶了 然后你没有跟我讲 这个政策有什么避害 你要这样子比我的 才能够相信你 这个东西不仅 效果存疑 或者效果很少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避害 这样子我才能够判你 OK 我似乎有听过 这个避害一闪而过 在恶别的时候讲说 有一个避害 就是他们小学生 不小学生 不啦 又又又又又同 情绪不稳定 又没有父母关照 有听到这样子 也仅是这一种罪子而已 我觉得避害是 避害是可以有办法推的 只要你们去成 因为你们似乎没有意识到 现况之下不过老师 其实对你们蛮有利 第一 现况之下不过老师 然后你们要推行末位淘汰 也就是一百 已经有了一百个老师 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学生 你在淘汰 就越来越不满 所以就算到最后 你的政策能够确保质量 但是已经失去了数量 而这种学前教育 是一种精英的学长教育 因为市场上老师很少 而很多人要义务性的学习 这个学长教育 整个学前教育 在对方制度下 只会变成一种精英 只有有钱人才学得起 这是一种把教育的商业 这种肥肥草 这一条下去 我才能听到明显的遗害 我才能够判你们 所以基于以上这一点 我觉得正方的这个 末位淘汰机制 虽然大致程度上 不太能够清楚 但是有一点点薄弱的力 不一再 而你们没有办法推出一个 相抗或者比较更大的遗害 我就判给大家正方 好 剩下 好 剩下 好 剩下 好 大家好 我给相当高分数 因为我发现你给的数据 是我认为政策性变论 应该有的很扎实的论证 就告诉我现况的情况 你要到底怎么实施 我一开始我就听到2025年 那没有2015了 然后你有专业老师 要合并小和幼稚圆 然后可以破免 应该是要防对方的 然后现有的问题 称职不起 门槛太低 有非常充足的东西 像我论证了现况极度大的问题 然后也告诉我了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 因为孩子没有办法判断 破坏是已经造成了的 所以整个市场无法淘汰 必须由政府接入 把这个做成义务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立场非常漂亮 可是到了反方 一开始盘问之后 又加上他的主编之后 我觉得发现你 反方的攻势非常凝硬 因为他举授了很多 白纸厘式的东西 你要解决的所有问题 现状都可以解决 你要关幼儿园 可以关 你要开除老师 可以开除 所有的资格在他的 ECCE 在他的1996年的教育法令 102条 103条 106条 他都其实很清楚 就是你所有的利益 基本上他现状都可以解决 至于他是否维持还是修改 我觉得那个不是判发交的关键 他刚才有做一些修改 就是所谓的检查 然后中断的时候 有拉了一下 对方的似乎不大现实 应该每周要检查两三次 这方二边有出风 一个很大的点 就是成本很高 怎么可能做到 然后这时候二边又出了这一个 最后比赛的一个很大的陈事件 也就是所谓的末位淘汰 所以末位淘汰 我的看法是我分两层来看 第一就是对方是维持现状 所以他有法律去规划所有幼儿园 然后有法律去规定现有的幼儿 也老师的所有资格 而反方 而正方呢讲的是 末位淘汰是整体上而言 你每年把后面的人淘汰掉 所以久而久之 他可以让大家奋发向上 我这样讲好 反方的是做到最低的标准 就是说比如说 我规定每个人一定要40分 才能够上学 才能够当老师 而正方的做法是 我不管你多少分 我每年把你最后 掉车尾那几分 三个人比如说 所以今天掉车尾的 可能只有30分 31分 32分 这三个我拿掉了 明明大家素质都提升了 首先你及格了 你可能是41分 42分 43分 又或者你可能全部人都分好了 60分 61 可是我还是把最差的淘汰掉 所以在他方的正方的制度的 底下的好处 也就是对方 随便讲的 反方 唯一一点 他做不到的东西就是 他无法达到 这一个整体数值的提升 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上 意义上我可以觉得正方是比较好的 可是其实我这里心存一个疑问 因为我小后再说 那反方对这个正方的这个有几个主要攻击 一 我觉得是相当 有主宰到我最后的感觉就是 这是否是义务教育底下才有的特质 又或者是没有义务教育 其实也可以这样做 这反方的攻击其实 它只是这样 它的攻击是其实政府是有权利的 就想说像现在的现况底下 只要你老师不合格 幼儿园的这个硬体设备 或者是某些标准达不到 其实政府还是可以管 你不需要是公务员 所以他讲法是这根本不是你的特质 可是正常截便呢 他有提到比较完善的讲法 就是说 就是如果你正正这个 英美法系底下 这我不理解是否正确 我假设是正确 OK 在政府的管制之下 他不能够对于这种质量的要求 就是说他可以要求所有公务员至少要吸 可是他不能逼大家每个人要A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要把大家都推上去 所以我觉得到了截便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特质 这个讲法会倾向正方 那反方的第二个攻击是 你这样淘汰 如果三个人淘汰了之后 很多人都不及格 又或是很多人很烂 你一直淘汰就淘汰 现在都不够老师了 那怎么办呢 这样正方我觉得这边没有太大的回应 可是我自己补了一下 我觉得其实 这是双方都会涉及到一个关键 就是我等下要讲的就是马来西亚现状 这样双方都说 现在马来西亚状况很烂 OK 老师可能不好 老师又学 所以不管是实施你的这个经义求经的制度 又或是实施你的最低标准制度 我相信都有很大的人被看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都可以讲 所以这个我觉得反方会有得到一点利益 可是那个似乎在判决标准上不会是很大的左右点 第三个我接收到反方攻击是 像你怎样测量 这边呢就讨论到一些双方 我觉得都解释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正方对反方攻击说 诶 这样子你检查的时候 老师真的是把最佳状态拿出来 对人讲一下你们一直骂老师 我是一个老师 可是不影响我判决 可是听起来就没有这样开心 因为老师会演戏 不过这一点我就可以自身经验到 所以这是肯定会 这是人之常情 是人都会做 人家在检查你但是 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对不对 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攻击 也是双刃的两方都可以讲 不管你是考试 统一考试也好 你是检查也好 你是人来看你教书也好 大家都会演戏吗 所以不是考试的时候把理论写到 扶老婆婆过马路 让做给这个孕妇 可是自己到底实际上有没有做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就是双方都无法解释到的死角 你去攻这一个点 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利益 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后来的判决 其实有想回到底现状底下 如果说是像正方所说的 很多情况之下老师都是 幼儿园称之不齐 很多不合资格老师 老师老化 OK 这样子情况之下 当务之急应该要做的是 会是你们的这一边吗 如果大家很多人不及格 你的这个末位淘汰事物 现在不是实施的最佳事情 反而是反方的事物比较好 可是你们的长眼而言 似乎是对国家的发展更有利处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正方 反方可以针对这一点 来进行攻击的话 我觉得可能我的票 就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相当接近 所以我最后的判决 第一印象票我会判给正方 所以我暂时交代到这里 谢谢 我觉得双方也打得挺好的 我也是在很后面的时候 去衡量我内心的判决 所以应该要怎么去判 然后才根据厂商给我的结果 然后捂一下 给这个判决 OK 我觉得 我很欺欺 我其实就是很压抑 为什么反方 不给我一个 币出 就是我早上一讲 为什么作为一个反方 没有给我一个币端 OK 这个实行这个政策的币 OK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很容易盘 就是说他有一个利益 你是用纯反驳的一个策略 去不断的向他分析 但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他可以垂时挣扎 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利益 留存在我的心中 这个政策就可以通过 明白吗 如果你是一个攻击力很强的队伍 你可以不断的削弱 削弱到一点点的利益 如果你的弊端存在 这时候就可以进入数量 OK 今天这个奥瑞网的比赛 双方都没有进入数量比较 对方有什么 我有什么 来衡量一下 我的弊端比他的力竹多 没有做这个总结 OK 当然你有对点进行剖析 但是你没有做这个总结 你没有这个奥瑞网的 损一比的意识在 包括你整个力端的空间 你没有这个意识在 你没有一个弊端 虽然你把它的利益 虽然你把它的利益虽弱到 已经所剩的空间 OK 今天这个整场比赛的论点来讲的话 正方它虽然一开始给我们很多论点 但是整场比赛下来 主要它需要改变这个现状的理由 是在于老师的数值 然后就是学校幼儿园的数值 包括幼儿园有 它大多数是非常小规模的 然后很难统一管理的 然后如果你要分拔能力去监督 去审核是非常困难的 总之其实就是数值 讲完一句就是一个论点 它只有一个论点 而你的策略是告诉我说 你其实可以通过你的一些 那么几年的法令 然后你的现在的示范的 幼儿园老师的一些示范学院 你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 有一定数值的老师 合格的老师 甚至于我可以关掉一些学校 这个可不可以先不要说 你这样子一个策略 基本上你要告诉我 你的现状其实可以达到 它要达到的利益 所以你打的是跟主性 你打的是跟主性 就是说它这个需求性 其实未必存在 未必需要达到这个 要有这个需求性 来推动这个 来通过这个法令 你的策略是这样子 问题就在于它最后 它中断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来了 现在我们所谓的 它只有把它列为义务教育 政府才有管制这些老师的权利 也就是它必须要与雇佣关系 就好像小学还是中学一样 只有教育部可以开除这个老师 因为它属于公布员 如果你不是义务教育的话 它是属于私人企业 我们在私人企业工作 没有说政府 这个人太偷懒了 我来开除你 没有的 不会有一个警察 跑来你的公司去监视你 或审核你 没有这种事情 除非你犯法 比如说贪污之类的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员工太偷懒 我这个政府要开除你 没有这回事的 所以你那个说法 因为它法律管制等等 这个不合理的 这个解释不能接受的 所以它那个解释是合理的 所以也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立委义务教育的情况之下 它的政府 它的教育局 可以去管那些老师 然后我们往下讲 其实这边你没有输 这边你没有输 只是可以让他继续往下推的 到他所谓的末位淘汰机制的时候 他说 我们要怎么审核老师呢 比较差的 不管几名 其实我根本不计较那个数量 淘汰几名老师够不够 其实陈他方所讲的 那个老师够不够 根本不是一个关键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变成义务教育的话 他真的是能够大量的聘请合格的 因为他的薪水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个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于他怎么生活 其实你的节点 我觉得差一点点大多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的质疑已经到了很接近了 你的质疑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非常详细的告诉我 怎么去淘汰 怎么去淘汰 其实我有个答案 OK 学前教育跟小学和中学不一样 小学和中学我们有考试 我们有课程 刚要 我们要考试 考试分数不好 如果这个学 这个班级 成绩往下掉 这个老师是不是黑名单 可能就会有什么 什么教育局的来 你这个老师 为什么这个学生 你为什么班级的成绩很差 对不对 OK 这时候 你要看你的 你的对象是什么 小孩 四岁 五岁 六岁 他们的教育环境是什么 其实就是玩游戏 偶尔学一些ABC 他们有考试啊 我知道 但是他们现在考试是 不会压迫性的 因为如果你一旦引入这种 竞争机制 淘汰机制 老师会有压力 老师会有压力 老师会逼学生 学生会有压力 竞争力存在 所以这时候 这些学生怎么办呢 四岁五岁 你要逼他念书 你要逼他有好成绩 这些孩子可以承受吗 所以他这个 这个淘汰机制 他可以实行吗 不可以 至少 你如果这个质疑出来 你说出这样子的一个质疑 才会有点幸福 其实你根本就 默示了小孩子的内心 OK 你默示了小孩子的内心